孩子们一通乱暗 致使电梯突然失灵 自己也不去身在何处 轰乱之中 情急之下 电梯究竟去了哪 楼层布局复杂 救援又该如何展开 平安365 危机时刻即将播出 眼前的这一幕 发生在2014年3月22日 福建省龙岩市 新楼区某大酒店内 有多人被困在电梯里 其中有大人有小孩 由于当天在酒店大堂 举办晚宴人员杂乱 所以在场人员的相关信息 很难确定 情绪十分激动的几个人 应该是被困孩子的家属 加持喝了些酒 情急之下与酒店人员 产生了一些摩擦 五名小孩子 还有两个大人 带着这帮小孩子坐电梯 电梯忽然之间被卡住 然后停在半空中 卡到的时候 是他那边的出不来 小孩子在平 要来的要大人 他们之对 我们就不来哭了 哭什么 福建省龙岩消防支队 特勤中队赶到现场时 酒店的保安 正在搜索电梯 所停靠的层数 准备实施营救 当天的监控录像可以看到 在电梯里 有两名大人 和五个小孩 而通过他们按的楼层来看 应该是在高层 可在仔细观察 发现当电梯失灵后 其足停靠的层数 已经是不显示了 那电梯 到底去了哪一层呢 由于是晚上 当天电梯围保公司的人员 早就下班了 救援在最初陷入了僵局 救援人员 试图在负一层和十五层间 来回的寻找 可是均未有收获 在搜救时 他们还发现 其中有的楼层 连楼梯通道都没有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刚好我们的酒店里面 楼是这么一个分布结构 就是说 从一楼到六楼 然后那个四楼到二十二楼 这是我们酒店的 然后那个七楼 三楼的 刚好是烟草的办公楼 通过了解 消防员得知 这栋大楼七到十三楼 是无法实施救援的 那么电梯会否就恰巧停在了这些楼层呢 如果电梯真的停在了这些层数 救援是无法展开的 而此时 从监控录像可以看到 电梯里的这名男士不停地拨打手机 几个小孩还在玩耍 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在危险中 就在这时 救援人员想到了一个地方 或许到那里可以控制住电梯 第一时间我就想到去顶楼 用这个电梯的这个控制器 原来电梯的控制室 可以把电梯控制在固定的楼层 这样就可以很快地找到被困者 将其救出 可是当消防员到达控制室时 又一个难题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这个电梯和我们平时 就是我们以前出准的电梯还不一样 然后又没有围保人员 但是我到现场之后我就知道 他这个电梯既然没有脚盘 没有那个拉杆 那他肯定有其他的控制按钮 我们就在附近找了一下 最后找到了 在那个控制柜上找到两个按钮 此时电梯间里的大人和小孩 已经有些胶着不安 从监控中不能看出 连其中一开始并不慌张的男士 等待的也有些不耐反了 而大家关心的是 他们会不会因为在狭小空间里 待的时间太长而缺氧呢 其实电梯里面的话 里面有兴奋系统 那电源里面还是正常空间的 继续放继续放 来扣开一点 还是上面打 王乐王乐 他把这个电梯门打开了 这边有听到被控人的声音 在电梯控制室和救援人员双方配合下 电梯最终被固定在了六楼 靠里面点啊 他在那边分开了 全部往后推 全部往后推啊 靠里面点啊 往后推 往后推啊 不怕出来啊 往后推 往后推 好了好了好了 总监啊 你不要动了 这个照片要停住啊 来把这个 来 下来 来 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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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走吧 来来来 你们坐这边 你下楼了 终于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 七名被困者被有序地从电梯中解救出来 来来来 出来 关键 关键 那么当天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电梯失灵呢 我们再来看一遍监控 电梯出现故障后 按任何楼层键都失灵了 束手无策时 被困的男士才拿出手机拨打电话 并没有利用电梯内的通话系统 从画面还可以看出 被困的妈妈抱着自己的小孩 无暇顾及其他的孩子 他们来回的靠近电梯门 而这位男士并没有保护他们的意识 让其远离电梯门 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一旦电梯悬停在楼层与楼层的缝隙之间 门如果突然打开 孩子是极易跌落出去的 后果不堪设想 所幸的是 被困者迅速联系了外界 消防人员救援及时 才没有酿成严重后果 2013年5月 短短三天时间连续发生了四起电梯吞人的事故 2013年5月14日 湖北宜昌西陵区CBD沃尔玛超市中 正在运行的一个手扶电梯 发生致命断裂事故 导致一位老婆婆与电梯一起置入 当场身亡 同样在这一天 西安洪尿坡幸福家园小区 55岁的杜女士在电梯门打开后迈入门内 此时 电梯的轿箱并未到达 杜女士顺着电梯警从15层跌落 当场死亡 2013年5月15日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 松原北13号长虹大厦1号电梯 发生事故 电梯下行至三楼 深圳某医院实习生王某走出电梯时 电梯门关闭 王某被挤压身亡 2013年5月16日 1061岁老人坠入云南玉西市中医院住院部大楼电梯里 被救出来时已经死亡 这其中最为耸人听闻的 是发生在深圳长虹大厦的电梯事故 一位实习的女护士 被突然启动的电梯夹死 往下走 然后就到了三楼 然后护士她是玩着手机的 这样她没看 她一开门 然后电梯是走一半 就是到了可能是二层半左右 她没出去 然后电梯一下就往上走 她一下子的人卡在 那个电梯一出不去 电梯门突然间合上 夹着女子的身体往上运行 约两层楼后突然停止 有个人他想着拖拉拖不住 一身都是血嘛 我的衣服都我都换了 他就又卡了 大概有3030秒楼又完 然后电梯不动 然后电梯又好了 又往下走 然后往下走的时候 那人呢 就直接掉到电梯里来了 好像他这里都 他井都可能是断了 鞋的教训让我们警醒 触目惊心的事故 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 再次平安三六五提醒大家 在平时就应该注意 乘坐电梯的安全常识 比如电梯超载 不得强行进入 进入电梯不能吸烟 电梯即将关门时 勿用手去阻挡 小孩子不能单独进入电梯 要有大人陪同 小孩随意按中电梯扭的时候 家长更要告诫其不能这样做 以免造成电梯程序错乱和死寂 一旦发生意外 不要惊慌失措 电梯内有空气循环系统 一般情况下会正常供电 电梯里边自带的通话系统 是可以跟电梯管理中心保持联系的 要镇定及时准确的报警求救 那么电梯一旦发生下坠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在这里给大家示范 几个电梯下坠时的自我保护动作 第一步 不论有几层楼 赶快把每一层楼的按键都按下 第二步 将背部跟头部紧贴电梯内墙 成一条直线 小提示 如果电梯内有把手 请一只手紧握把手 第三步 膝盖弯曲 踮起脚跟 这样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 减少坠地时 对身体产生的巨大冲击力 电梯事故年年频发 安全隐患处处可见 自觉遵守电梯常坐行为规范 随时把自己的行为 与他人和自己的生命安全联系在一起 有时 就是一点小尝试 可能就会在危险发生时 挽救我们的生命 一声巨响 地动山摇 几分钟的时间 好 你把红尾里头 这个歪着这个就倒下来 转眼居民楼前一片狼藉 是突如其来的地震 还是楼体即将垮塌 居民楼内到底又有多少人被困其中 平安365危机时刻正在播出 2014年3月28日上午 加入四川省内江市 一广居民楼内的王先生正在屋里看电视 时时二十分 一声巨响传来 他赶紧靠到窗边 眼前的荧幕顿时让他进来了 大天的导侃向地面倾斜 还没缓过神来 又一阵猛烈的巨响接连传来 窗外地动山摇 王先生所提到的宝坎 就是指的楼前这段围墙 俗称挡土墙 在我们四川 有很多类似的宝坎 它主要是由石头堆鞋而成 非得是水鱼浇灌而成 它主要是防止泥土流石 起一个甲骨的作用 由于担心宝坎会再次垮塌 并对锁住居民楼产生威胁 居民们立即报了警 十点四十分 距离宝坎垮塌 仅二十分钟的时间 四川省内江市消防支队 就赶到了现场 到达现场时 倒塌的宝坎前 聚集了大批的围观人员 消防员立即拉起了隔离警戒线 划出救援区域 避免宝坎再次发生垮塌 伤及群众 你们去除去 除去安全 把这栋所有的住所 把它收散下来 因为这个马上来 关于这个 关于来找这个房子 夸他的位置 看到可能间隔 可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红了红了 好红了红了 那个外头就倒起下来 你看到的时候 有人做那个我们的 没看到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 夸他的宝坎其中一段 已经大幅度倾斜 只被几根电缆线围住 与地面之间形成一个 约40多多的斜角 大量砖石逼近该楼的一层和二层 而在该楼的五层 一位被困男士站在阳台上 双手紧紧握住防护栏 现场有群众 正在对其进行情绪安抚 他害怕再落下来 你先问一下 同下就已经有好几个人 放大后再联系 通过许问 知情人和我们现场观察 要知道一单元 大概有六七名同志 有六七名群众被困 然后其中还包括一名御夫 由于保抗夸他 专时将居民楼楼道堵住 消防员只能通过另一个楼道 展开救援 从二单元进入楼顶之后 消防员发现 通往一单元住户家的铁门被封死了 便立即用五尺具等救援工具 将其切割 到达被困者所在的单元楼之后 消防员立即采取 逐屋搜寻的方式 寻找被困者 首先找到的这名孕妇 很快其他七名被困者也被找发 但是要想将他们送到楼下 转移到安全地带 他们必须要翻阅这段 空隙很小的隔墙 这无疑给救援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用同样的方法 消防员将其他七名被困的群众 顺利地救出 这段宝坎为什么会突然垮他呢 据目击者分析 这桩居民楼建厂有22年 对面的宝坎和居民楼是一起修建的 27日夜里的大雨 让原本已并不太牢固的这片宝坎 突然垮塌 如今 随着城市的扩建与改造 曾经的宝坎并不多见 只是一些老旧小区前还会存在 但因其建造年份都相当久远 很多宝坎都十分不坚固了 而年久失修的宝坎 一旦遇上大风暴雨等极端天气 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对周围的群众生活 造成极大的威胁 2011年6月中旬 重庆同梁县 移动居民楼下的宝坎 雨中垮塌 导致他们所住的楼房悬空 约10米 45户居民饱受惊恐和忧心折磨 目前 针对这段居民楼前 宝坎垮塌的具体原因及安全性 四川省内江市安监 住建等部门 正在做进一步调查和鉴定 四川内江铁路局已经安排施工人员 对该段垮塌的宝坎 进行的加固维修 并对该市这种类似的年久失修的宝坎 进行的安全防范检查 防止危险事故的再次发生 2014年9月11日晚上七十许 江苏省如稿市长西村 一名小男孩欲跳楼轻声 江苏省如稿市消防装队 接到报警后 立即赶赴现场救援 轻声的男孩将屋内的房门反锁 坐在三楼的窗台边情绪激动 消防队员决定破门救人 为了防止强行破门救援时 男孩受到刺激跳楼 消防队员首先利用安全绳 空降至三楼 将男孩室外的防盗窗锁住 然后从屋外将房门踹开 救出了男孩 据了解 男孩是由于学习压力过大 导致了轻声的念头 在此 平安365提醒各位家长 平时应注意培养孩子 健康的心理素质提高情绪自控能力